靠玩泥巴,今年30岁的河南省训泄小伙,朱富军和他的泥巴城,在各网络平台上收获数百万粉丝,视频播放量达数亿之多。 第一条短视频播放量达到了将近1000万的播放量,然后吸粉好几万粉丝,全网总播放量现在已经快10亿了,快达到10亿了,那个粉丝300多万了已经。 随着医生开始收卖,在腾腾腾的拖拉机配音声中,朱富军驾驶民宿拖拉机从泥巴城出发前去收卖,割卖拉卖碾卖一系列用民宿作品模仿的卖州场景,加上独具特色的农机配音和情景独白,让朱富军和他团队的四个大小伙伙们瞬间找回童年乐趣。 那时候家里比较穷,也买不起玩具,卖玩具的也特别少,所以都是用泥巴自己做玩具。 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做一些小动物,小怪兽的之类的,后来就是考虑做一些那种小车子,包括那种农用的拖拉机三码车,还有那些石榴滚的道具。 做好之后,就是干过,就是我和我哥,还有附近的小朋友,都一块都来我们家里玩,玩这个泥巴玩具,就开始离地啊,打肠啊。 为何几个大小伙会在家玩泥巴拍视频? 朱富军告诉记者,2017年打工时,他扭伤了脚在家休息,又做不成别的事情,于是让哥哥挖了红胶泥,重拾儿时泥塑乐趣。 他用泥巴做成各种道具,模拟不同场景,并设计出生动有趣的段子进行配音。 2018年,他把玩泥巴的过程拍成短视频,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网友,网友亲切地称他为泥巴哥腾哥。 用用工具托拉机,他这个声音特别的那个是单纲的发动机特别抖,然后就这种声音。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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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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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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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可以学下一种汽车的声音,跟发动机就是打火的时候就是 миним ch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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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啊就这种声音。 就是直接用自己的嘴巴 就是感觉就是有小时候玩的那种感觉 有能回忆这个童年的那种乐趣 我和我哥平时就是负责制作泥塑 然后我的表弟他是负责拍摄 我表哥他们是他是负责的那个剪辑 然后就是我们四个人 对色伪学历不高的农村小伙而言 不懂拍摄和后期制作 他们就自学边学边做 外加情景设定泥塑制作 完成一部作品至少需要四天 为了让静态的泥塑小车飞机动起来 他们发挥想象 用透明的钓鱼线拉着跑钓着飞 为了使拍摄场景更逼真 他们甚至使用炮胀 模拟演示剧中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 有一些飞机在天上飞 都是用一些鱼线钓着 人直接直接就是提着鱼线直接飞的 专线的拍摄之类的都不懂那时候 感觉就是这样拍就是效果效果好 你怎样拍效果好就怎样拍 脚本段子都是我们 有时候我们几个在一块商量着 想拍什么段子 有时候都是看那种电视剧 还有很多都是来源于 平时就是生活 接近生活的那种段子 小时候那个包括玩一些 就是古代打仗 我们哥俩 就是用嘴叙述着 就是平时拍摄那个镜头感呀 一开始也不懂 然后后来慢慢就是看 学查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做过来吧 至于从何而来的泥塑手艺 祝福军说 他是从小跟着奶奶学泥塑 奶奶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泥姑姑的集中产地 训献杨济屯村长大的 泥泥姑姑很在行 当地很多村民的泥姑姑等泥塑作品 仅在每年正月和八月庙会 才能卖出一些 祝福军走红后 便着手帮村民卖泥塑 不仅希望他玩泥巴的视频 给大家带来欢乐 也想让更多人 欣赏到汛县的泥塑作品 了解泥姑姑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哥小时候都做这个 然后本人小时候都带着我玩 我也特别喜欢 农车赛跑 我们四个边拍边疼 拍了这个拍了很多遍 现在想想还想笑 让我们全中国更多人知道 这个更多人知道泥塑 更多人了解这个泥塑 了解我们这党底的 许言泥塑文化 把这个肥义文化 一直传承下去 未来 祝福军打算用各种泥塑作品 拍一部泥巴动画片 完成儿时梦想